原来我最大的使命 是为元氏集团培养基层的人 我告诉你清楚的 他给你造什么你 什么你这么费 你是真心想帮我的吧 你是不是看别人难受 你特开心特过瘾 这种混蛋 迟早会到暴起 你就是赖 你走吧 你心滚蛋 从此以后 哥要走一队 我全听你的 陪哥哥 你怎么出来的 再也不走 宿舍又得关门了 回头又得挨训 不是怕挨训 是因为你哥中了标 所以你心情不好 我哥中标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干嘛心情不好 那你为什么 一晚上一声不吭 饭也不吃 谁也不打理 人家都相赞了 还吃什么饭呢 说实话 你那是因为 因为你哥赢了 就表明袁阳输了 所以你不开心 不是你想的那样 因为你跟我说过 我跟袁阳是一类人 不知道为什么 我每次看到他 我就想起我自己 我知道他不是 穿西装的那个人 跟那个开豪车的白富美 也不是真爱 不管怎么样吧 这人不能逼自己做那个 连自己都讨厌的人 一想到这个我就生气 袁阳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喜欢袁阳 开什么玩笑 我王阳瞎眼了 能看上他 整天一副 点儿郎当的痞子样 真以为自己穿上 名牌西装了 就是人才了 天天目睹无人 养着脑袋装糖酸 其实呢 就是一个没素质 没健养的臭流氓 绣花枕头 我赖草包 你怎么来了 找你了 有时间吗 咱俩继续见 那你们先聊吧 我先走了 等会儿 我开车送你 我开车送你 不用了 你自己走 我们聊 怎么样啊顾总 一听说你中标 我就特地赶过来 跟你警告 这点面子啊 你可会不给我 不好意思 累了这么多天了 我现在只想回家 洗个热水澡 好好睡一觉 工作的事呢 以后再说吧 顾静培 你就没什么想对我说的 咱俩 没什么可说的 输赢乃兵家常事 别灰心 继续努力 王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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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清理涉嫌卸标已事 你有什么解释吗 女人码头还能顺利进行吗 这种原事集团也被牵蚀其中 这事您知道吗 有什么看法 这绝对是个无限 我一定会调查清楚 还清理一个清白 还望大家监督 谢谢 哎 王董 还有一问题 还有事 还有问题 您知道这来什么吗 混蛋 到底是谁 应该不是袁立江 的情况和我们一样 那个匿名举报者 只举报了两家公司 一家公司是我们清理 还有一家 就是原事集团 这次怎么会有三家公司 对 这第三家公司叫上达 刚成立没多久 规模也不大 我总觉得 这事跟他们有关系 不过 不管有没有证据 这舆论压力 也足够迫使文化局 重新招标 而我们清理和原事集团 也会因为性语问题 而被排除在外 这样一来 这标就自然落在了 上达手上 所以他们最值得怀疑 给我去查 那个匿名举报的人 还有上达背后的人 统统给我查出来 明白 难道 吴清陪联系上了吗 还没有 他的电话一直打不通 根本联系不上 好 我知道了 你去忙吧 我买了 喂 哥 问你个事 昨天晚上你是不是跟清陪一起造作 对啊 怎么了 你知不知道他去哪儿 或者又没有接到什么电话 见了什么人 他 他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事 就是一直得有什么事 那我不知道 你再自己找找吧 好吧 没别的事了 好好上课 你也觉得还可以 岳阳 岳阳 玉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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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门玉瑶 小姐 小姐 您找谁啊 麻烦登记一下 您好 我找袁洋 袁洋知道吧 她在吗 她不在 好几天没来了 她去哪儿了 出差了 不会是辞职了吧 她没出差也没辞职 至于去哪儿我就不知道了 要不您打个电话问一下 你可真有意思 我要有她电话 我早打了 还能跑来问你呢 对了 你把她电话号码给我呗 我怎么可能有她电话 问啊 这么大一家公司 我就不相信没人知道 小姐 别闹了好吗 就算他们有 也不可能给你的 为什么 我找她真有急事 要不这样吧 你把她家的地址给我也撑 这个更不可能 什么态度 我还想问你呢 你莫名其妙 跑来找我们袁总 一 不知道她电话号码 二 不知道她家住哪儿 说话还这么横 你谁啊 我 我是她女朋友 袁总的女朋友 叫何以兹 是何耀集团的千金 我们全公司都知道 我告诉你吧 那个白富美 只是拿来装装样子的 我猜是她原样 真正的女朋友 怎么了 夫人好 这位小姐是来找袁总的 说了不在她也不听 还说她是袁总的女朋友 你好 我是袁洋的妈妈 阿姨好 你能把袁洋 联系方式告诉我吗 我着急见她 你是她女朋友 会没有她的联系方式吗 因为 请段时间我俩吵架了 我一气之下 把她电话号码给删了 她为了气我 居然跑就跟那个千金大小姐 在一起 才办了价 原来这样啊 她回国之后 就不在家里住了 具体住在哪儿 我也不太清楚 好像是一个叫 紫禁花园的地方 我知道那里 原来那个裴哥哥也住在那里 裴哥哥 顾清裴 对啊 原来是袁洋的老师嘛 看来你真的是她女朋友 那是当然 我俩在一块儿 好了可多年了 好了 谢谢你 阿姨 那我走了啊 再见 你怎么来了 我跟朋友在附近喝了杯下午茶 我跟朋友在附近喝了杯下午茶 我一块儿 你也先去洁区 我还有一个和这儿 不会吧 我去洁区 你走 我们上一个直播 你不要为了 我说我 我们在附近 我们来说 你让我轻盖 何懂交代 问这种东西 一提他我就来气 一天到晚在外面 不知道搞什么鬼 公司出这么大的事 连个人影都看不着 那你扶不上枪 你们红了是吗 我红这算什么 求情报 你这是犯法去做吗 你知道吗 有本事报警吗 不得你自己 是吗 你要干什么 你放心 最多一星期 我一定放下来 为什么 是不是要背着我 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不用着急 到时候你就知道 说 行 告诉你我可以 好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这次的招标 有按相操作的材料 说是参与项目的员工 被行贿 向两家公司卸了标题 就是你们亲力投资 和原市集团 你少他妈在那儿胡扯 有没有胡扯 你不去问那个姓王 你就知道 你不去问这个 他要说我 这招标 你设意会 会扣到你们头上 开门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 是谁举报你 你猜得没错 就是我 都是黄金和老袁英得的 为什么 黄金他到底怎么得罪你了 他有约立佳 他是你爸 不是我爸 他要是我爸 他就不会逼我干我不会干的事 更不会逼我 娶个让我恶心的女 我就是他的一个工具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他的原始地端 既然我反抗不了 我就毁了他 你们姓袁是怎么办 那是你的事 跟王爷没关系 对 就算是要毁也得毁在我手里 还轮不到外人 尤其是你 不倾陪 我是你一手带出来 是你教我怎么做人 怎么做事 知道为什么 我又把这件屋子买回来 因为我只有睡在这张上 我才睡得踏实 你是我唯一信任 我把你当朋友 我 你竟 你竟和那个王静一块来搞我 等到一年的时间 你就把原始集团搞成这一 自他你进入卓业以来 答应袁立强的那一刻起 你就急发好了吧 告诉我 背叛我袁阳的人 我是不会让他有好结果的 你 你 王静说的 果然乱惊 果然是乱惊 你和袁立强 一个人一起 你说什么 怎么再说一遍 穷的问题只会把责任 解决你也是 永远不懂什么叫自我检讨 像你们这样的人 根本不必成为我的对手 胡琴培 原来我告诉你 原来我告诉你 我顾清培 从头到尾没有做过一件 对不起你们原家的事 反倒是你们的父子俩 一个下药给我偷拍视频 另一个拿着视频让我滚蛋 是林的事 你早就知道 这一年多 我一直在 不进公司不扣原力这样的东西 都战战尽情 就怕有一天一旦曝光了 毁了我拼了十几天的口碑 这种心情 像你这种犯的 永远不会懂 月氏其调告成今天这一 确实在袁立强一个人的错 现在别人 没能力拥有资源和客户 怪不得任何人 这次竞标了 我得罪袁立强了 马脱向的不是我 是我一个老大哥的 他曾经有关于我 但是我欺欠了他 所以我必须把他保住马头 也不是因为原理想 这项目造成了 迫不得已 我只能参加竞标 这次竞标就会在你手上 那竞标 我就是想给你个教训 把药区给我 这根事件 趋利也解决不了 只会给自己惹麻烦 又不让你给我给我 我走老师待着 我去想办法 跟药卫老师 你来这样吧你 你没有多少 不想我扔你而起 不想我扔你而起 我不能扔下洪宽 必须赶回去马上处理 我们是在电视柜里抽屉的 你死了 今天这事 我就倒没有发生过 从此以后 朋友也好 师生也罢 到此为止 你们幸远的 不要再过来招惹我 我也不会再爱你们的意 咱们 各走各地 原谣 你怎么了 没事吧 谁干的 我 不行 我给马上去医院 走 别这么管我关 别他妈不说好歹 起来 你最好乖乖配合 叫不然 我打到你这救护车为止 沐总 你可算回来了 黄总都找你好几天了 你去哪儿来 这次可真惹上大麻烦了 你们一定要想想办法呀 好 我知道了 你们先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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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解决办法了吗 你都知道了 对 文静 那天你在办公室 是要见一个重要的人 那个人是不是 那个人来公司找我 说要跟我谈条件 我一看就知道 他是来卸彪的 直接把他打发走了 这种人连见都不该见 不管他是不是来卸彪的 只要站上边就脱不了干系 我问你 我叫你尽管的 怎么说是 我把他打算 你要是有电脑子 这个事 其实你不想要 你开门 你提起来 可以说 他把他担鸟的 代表担当的 要是 那么多人 有你 竟然忘了失踪 还跟竞争公司的人 在一起 喘出去让外人怎么办 你让我跟公司 其他人怎么交代 对不起 这件事的确是我实实 具体的 我往后再跟你解释 现在我们当务之急 来不及了 刘已经被废了 司法部门已经进入调查 调查期间 秦丽跟袁氏一起服务 按照顺序 他们把刘给了一家 叫上达的小公司 好 那既然 现在已成定局 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另外 我会去找上达 只要他们愿意跟我们合作 那我们还有机会 那我们还是要跟他说 我们把手里有想不进 哪里 我看老师 我们不把手里发落 打扰到你 没关系 要是没有重要的事情 您也不会过来 这个优盘里 有你想要的东西 是我从袁立江 电脑里拿的 我知道 你这一年多的时间 处处受限于袁立江 都是因为这个视频 现在他在我的手里 你就不用 再束手束脚了 条件只有一个 让袁阳 彻底地离开袁氏集团 离开袁家 为什么 袁阳是什么样的人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照他那个性子下去 早晚会搞垮整个集团 我还有两个孩子 不可能不为他们着想 这件事情我想来想去 只能拜托你 可你 凭什么认为我会答应 就凭这个视频 其实这么做 对袁阳来说 并没有什么伤害 他的心思不在这儿 都是被袁立江逼的 所以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帮他 顾清磕 你那么聪明 肯定会有办法 只要你办成 我就删掉备份 结束这一切 彻底还你资源 你等等我 等等我 我走那么快干吗呀你 别跟着我 让我一个人进口 你以为我想跟着你 要不是看你这样 我才懒得理你 好 我现在没事 再见 云渊阳 你到底是怎么了 以前你顶多是爱胡闹 但至少这样一种感情 你再看看现在你 整天摆着一副冷冰冰的僵尸脸 像刺猬一样到处扎人 你是不是看别人难受 你特开心 特过瘾啊 要不然你为什么 不试着接受别人的好意呢 没有人想害你 又不着让你在这儿假惺惺 我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我自己很清楚 你说得对 我原样就是个 忘恩负义的混蛋 活该没人理 天空没风沙 世界都笑得不胜华 我以为创严的花 会开遍天涯 然后又一天开始说 你干什么呢 老亲人约会吗 不要脸 这样不是我今天亲眼看见 我都不相信你真正有女朋友 你是为了气她才跟我在一起吗 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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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混蛋 放手 放开我 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缠着鸳鸯的话 我不再放过你的 就算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少童话 就算这段人生永远不会被冲墙 混蛋 你说话啊 你今天必须给我解释清楚了 你必须告诉我 你以后再也不见她了 混蛋 咱们就暖山 你以后别来解释 你什么意思 你要为了那个女的跟我分手 跟那个女的没关系 咱们为什么在一起 你跟你很清楚 我根本就不喜欢你 去找个合适的人吧 别在我用两个时间里 云瑶 你就不怕我告诉我爸 连累你们整个原始集团吗 随便 你爱怎么着你怎么着 你也算无所谓 云瑶 算我瞎了眼了 爱上你这种人渣 你给我记住了 看你这种混蛋 迟早会遭暴雨 我怎么生你这么一个吃里爬外的东西 我怎么生你这么一个吃里爬外的东西 尽了血才收场 你是不是看别人难受 你特开心 特过瘾了 朋友也好 师生也棒 到此为止 你怎么会把你给你一堆 광却 咱们就要 tahoe 我小时候要扶你 我看你 要做你的话 现在就要破坏了 我自己静下了 不过我 我真记得香港人 还真是的 我们自己判断キャビ 我一定会线的 我去刀断激烈鱿 就聯繫上兩個員工 還推來推去的 找了一堆的藉口 根本見不到負責人 清理那邊怎麼樣 有什麼動靜嗎 完全沒有動靜 估計跟咱們一樣 也在想辦法聯繫上他 對了 袁董 江天購物中心的陸經理 早上打電話說 合同撤資了 早料到了 去找電話投資 讓他們補上 還有 去找袁洋 不管用什麼辦法 立刻把他帶回來見我 好 說實話 給你打電話之前 我還真擔心你不來呢 您找我是為了 謝彪的事吧 是 同等條件下 我還是輸給您了 您說錯了 一開始我們並不知道 他是來謝彪的 他一開口 我們發現苗頭不對 立馬打發他走了 所以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參與謝彪的 只有你們袁氏集團 跟清理無關 說這件事 說這件事 都沒用 只有找到謝彪仁 讓他親口承認 否則 大家都會認為 咱們是一求之賀 再說 謝彪之事已成定局 解釋再多 那都是狡辯 沒有任何意義 與其一垂死掙扎 不如扭轉局面 或許 還有一線生機 既然 您都已經想好了 那就不妨說來聽聽 我已經派人 去找那謝彪仁了 要趕在其他人之前 找到他 然後呢 之前呢 我給他一大筆錢 這事他肯定不敢說 這就是個把柄 我是讓他把罪證 推到尚達頭 就說是尚達指示他怎麼幹 對啊 他只有搞垮原事和清理 那尚達的勝算 才是最大的 他膽小怕失 雖然來見了我們 他嘴裡沒有一句釋放 提供的 居然是假信心 這樣一來 不但能幫他脫罪 這標 又能重新回到清理 只要你答應 試成之後 讓袁氏參與這個項目 這之前所有的工作 我全部搞定 你不用操半點錢 這兩全其美的好事 你不會拒絕吧 姜果然還是老的吧 咱們現在呀 可是一條戰線上的 要共同協作一致對外 你說對不對 咱倆的確是一條戰線上的 但終歸不是一類人 這事我幹不了 你可想清楚 袁董 錢呢 的確是能搞定很多事 但搞定不了人心 你沒法讓他永遠閉嘴 那就意味著 要永遠活在真相的英 損人利己 早晚報 吳清裴 就像你對袁陽 他不光是您的接班人 更是您的兒子 作為一個父親 他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要遠比他能給您帶來什麼 更重要 他的確對我做過很多 過分的事情 可是我一點都怪他 因為在我的眼裡 他就是個不懂事的孩子 沒有安全感 也不會愛 所以每天只有靠打架 來引起大人的注意 袁董 既然您知道 用強迫的方法 對袁陽沒用 那就不如放手 讓他走自己的路 其實呢 我今天來 主要是想出這些 希望你三思 不要打著愛他的旗號 最後 輕手毀了他 你覺得不覺得這小子從美國回來以後變得不差 話少了 全都硬了 還有點呆 哎 哎 叫我話弄明啊 談力是談力 所以情緒不穩定 談個屁 上個禮拜就分手了 分手了 為什麼 發力 你信不信我現在就把你耳機拔了 是呀 老拿你那個耳機當幌子 偷進我們說話 這樣不地道啊 不是 為什麼要分手啊 再跟女生長得那麼漂亮 身材友好 誰知道 這種女孩要是讓我碰到她 嘎死都不放手 說不定是有小三的 那小子那麼招女孩喜歡 說不定 哎哎 說小三小三走 誰啊 我叫你你倒是硬一聲啊 少在那兒跟我裝聾做啞 哎 維陽 這就走啊 人 人家女孩剛過來 你 你怎麼回事 沒事兒我替你罵她 呃 沒事兒我替你罵她 妹妹 人都走了 還不趕緊住 我來不是找她的 是來找你們的 找我們 你們是維陽的朋友 也就是我的朋友 朋友之間就要互相幫助 對吧 我呢 要在這兒辦一張卡 以後只要維陽一來 你們就必須要打電話 第一時間通知我 還有 把她的身高體重寫碼 心臟興趣愛好 喜歡吃什麼玩什麼喝什麼 統統告訴我 越詳細越好 從今天開始 我要全方位地了解她 然後 終於正式 追求她 啊 準備好了嗎 出發 我 也算是可決的天 我走過這些年 那麼多蛻變沉疊 每一瞬間 但傳到網上的人不是我 是顧慶陪自己 你要嗎 那天 煙火星月 你的側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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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她 嗯 不可能 你要是有時間的話 可以過來幫我忙嗎 你的想法很有創意啊 就是 還不夠成熟 誰啊 你好 我叫謝爺 我以為 去世界 就在你眼 裡面 人平時過 親切 滄海 桑田 也不凋謝 讓我 鄭重的告別 然後 更好的 再見 在實現 的終點 在永遠 的起點 讓我 勇敢的 向前 不負我們 的 遇見